这简直就是懒人的天堂 早晨起来你什么都不用干 机器会自动帮你洗头刷牙 在用码头刷清醒完脸后 就是最酸爽的扣耳朵 看似是清理耳朵 实则是为了刺激小便 直到穿好衣服后 才会放你出来 于是你又穿上你那58码的大鞋 就算起床成功了 吃完早餐后 你根本不用上学 更不用写作业 每天不是玩 就是在玩的路上 这样的生活 你想要吗 大壮的名字叫大壮 住在遥远的太空舱里 爸爸妈妈不仅是植物学家 而且还是有名的探险家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犹如仙境般五颜六色的植物 但你可千万不要 被他们的美貌骗到 因为他们的身体里 都藏着剧毒 就比如这朵小花 大壮只是轻轻摸了一下 下一秒 他就要把大壮吃掉 幸好被妈妈及时发现 本以为捡回了一条小命 结果 妈妈又赶紧拿来一瓶解药 这才化学为业 可大壮做梦也不会想到 一场巨大的灾难 正在悄悄来临 突然 一颗小行星撞击了飞船 危机时刻 爸爸及时启动了防护罩 但可怕的是 他们已经被一群小行星包围 但随着不停的撞击 防护罩也瞬间破防 眼看飞船就要被摧毁 爸爸赶紧叫大壮躲进逃生舱里 还没等到反应过来 逃生舱就已经被爸爸丢进了太空 目睹了飞船被炸毁 大壮害怕极了 没会儿的功夫 自己还被迫降落到了一处 不知名的星球上 就在这时 小机器人巴克从里面钻了出来 他生来就是为了保护大壮设定的 巴克检测到 这颗星球上有氧气 于是就打开了舱门 开始整理急救舱里的物资 因为他知道 巴克的父母并没有死 只要不停的发送信号 他的父母就会找到大壮 眼看着这些物资 大壮吃生一年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最后却添降了个大号的连坡 那雪条比十个小连坡都厚 更惨的是 这里还不止一只 而是无数只 巴克只能变身小摩托 载着大壮就开溜 却不小心把备用电池掉到了地上 毫不知情的两个人还在玩命的狂奔 直到躲进了山洞里 才躲过一劫 可此时的大壮已经十天没有吃饭了 眼看就要被饿死了 他还想要帮爸爸妈妈带些植物素材 但如果你来到陌生星球 可千万不要随便拍照 因为那不是陷阱 就是陷阱 害怕大壮受到伤害 巴克时刻都要看着大壮 就算派个人出无害的小虫子数据 只要无法确定动机 全部都要杆了他 在巴克的过度保护下 大壮连一颗苍蝇数据都没有搜集到 最后还是巴克耗着大壮的脖领子 勉强收集了几只营火虫的数据 但仅仅一天的时间 巴克就掉了26块电 他必须要找到食物 让大壮生存下去 可就在他去找水时 意外发生了 突然一只黄色的小兽 撞到了大壮的身上 小兽还显着极其的惊恐 完了 是三只外星野猪 看着体型得有几千米那么高 可画面一转 哎我的天 大壮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还叫他们赶快滚蛋 下一秒 原来是野猪的妈妈 都这情况了 再不逃肯定是脑袋有问题 大壮抱起小兽就赶紧逃 但两条腿怎么能跑得过四条腿呢 眼看马上就要追上大壮了 幸好巴克及时出现 他一把就把大壮扔到了树叉子上 自己则一个腿磅 就给野猪来了个过肩摔 巴克测试到小兽没有毒 于是就想抓来烤着给大壮吃 小兽撒坏了 赶紧逃跑 既然没有肉吃 那就只能吃水果了 机器人扫描了外星果子 确认没有毒素 就拿给大壮填肚子 结果却把小兽给看呆了 那换一个果子试试呢 好家伙 直接就变成了活体泡泡机 这个果子总行了吧 这啥更惨了 大壮原地实化 一动不能动了 就在巴克要对这里最好看的果子下手时 小兽却露出了呲牙咧嘴的表情 果不其然 只听啪鸡一声 不仅喷了巴克一身 还把他粘到了树上 那年相比502浇水还要强 大壮想要救巴克 却不小心跌进了水里 最后小兽也跟了上来 还帮助大壮找到了真正能吃的果子 这小大壮可不用再造罪了 但巴克总是不喜欢小兽 还要吃掉它 直到这天 大壮被一种神秘的植物扎伤 瞬间大拇指就变得僵化 巴克想要找到解药 但已经来不及搜索 因为不到疫苗的时间 毒素就蔓延到了大壮脸上 心率也跟着以光速衰退 危机时刻 是小兽及时带来了解毒的草药 大壮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从此巴克也接受了小兽的存在 有了小兽的陪伴 大壮每天开心极了 他学会了搭建防火 和收集各种能吃的食物 还意外发现了一只外星史克狼 大壮刚想要搜集他的资料 却不小心惊吓到了史克狼 还意外碰坏了他的鼻子 大壮知道史克狼的鼻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一遇到危险 就会用鼻子吹响口哨 呼唤周围的同伴来营救自己 大壮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 但史克狼却十分的抗拒 好在在大壮的坚持下 修复好了他的鼻子 殊不知也正是因为这次的补救 日后会救了大壮的命 直到这天天空开始乌鱼密布 所有的植物统统都把叶子缩回了身体 就连小兽也一脸恐惧的逃进了森林 巴克知道可能有大事发生 果然天上下的不是雨 而是比陨石还大的冰块 巴克把大壮举过土顶 靠着灵活的走围 躲过冰雹的追击 可没成想一颗巨大的冰雹向他们袭来 巴克不得不启动大招 超级防护盾 来保护大壮的安全 但代价就是 巴克可能因为耗费了大量的能量 将自己变成了休眠状态 留下仅剩的电量用来发射求救信号 就这样 大壮把他推进了安全的山洞 从此他就要独自面对这个陌生的星球了 一年后 大壮终于学会了各种野蛮生存技能 而小兽也变成了大兽 遇到小动物们有危险 大壮也会及时出手帮忙营救 直到这天 大壮发现了爸爸妈妈的信号 可巴克已经在休眠中 失去了所有的电量 唯一能发出信号的办法 就是给巴克换上备用电池 于是大壮决定 趁夜黑去悄悄拿回电池 谁成想 他刚进去就掉进了深坑里 所带的工具还根本不可能勾到洞顶 显然他已经被困在了这里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突然洞里出现了个号角 大壮努力的吹向他 结果八只石克狼就跑到洞口围观他 见不是自己的同类 石克狼马上就散会了 只有大壮补救的大鼻子还留在了原地 于是他一下就扣到了石克狼的牛角上 成功的把自己拽了上来 眼看这里陷阱都躲 大壮只能重新整理装备 准备再次出发 兴取了前面的教训 这次大壮成功的拿到了电池 被以为会安全的离开这里 却还是被连婆发现 我的妈呀 无数巨兽醒了过来 大壮撒腿就开撩 凭借着自己野外求生的经验 大壮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 跳到了石克狼的身上 眼看马上就要绝地逃生了 结果却被一脚踢飞 这下电池没拿到 小命还要不保 就在怪物要张开血喷大口 把大壮吞掉时 小兽赶了过来 干架是根本干不过的 只能智取 大壮用电子成像来吸引怪物的注意 而小兽就会趁乱拿回掉落的电池 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 一只怪物却发现了小兽 危机时刻 大壮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武器 成功的将怪物粘得一动不能动 最后在朋友们的配合下 又把怪物们捆在了一起 并挡住这里唯一一条路的出口 他们终于拿回了电池 大壮将他安静巴克的身体 他终于醒了过来 很快大壮的爸爸妈妈就找到了这里 大壮终于可以见到亲人了 他想带走小兽 可小兽却根本不想走 因为这里才是他的家 虽然十分的不舍 但也是时候告别了 最终大壮踏上了回家的路 也如愿地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要学会坚强和勇敢 这个女人正在生孩子 结果却生了怪胎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女人甚至不让医生捡臍带 结果却酿成了大错 从此女人不管干什么 都要带着自己的孩子 别人出去遛狗 女人则是出去遛娃 因为只要是男孩遇到危险 妈妈只要一拉臍带 男孩就会立刻回到妈妈身边 很快男孩就到了上学的年纪 因为胆小 根本不敢和任何小朋友玩耍 甚至有时候还会被欺负 女人更是直接冲进了校长办公室 就开始数了人家无能 为了不让儿子受伤 妈妈更是每时每刻的陪伴 别的小朋友出去玩 他却只能在屋子里做作业 直到男孩长大 他遇到了喜欢的女孩 可被妈妈发现后 直接就把儿子拉了回来 还不允许他和女孩见面 男孩怒了 他想剪断着该死的期待 结果妈妈去假装晕倒 来吓唬儿子 最后儿子只能妥协 更为了不失去妈妈 男孩从此看见心意的女孩 只能躲着走 很快妈妈变得步履阑珊 儿子也变成了中年大叔 每每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出去玩 儿子都特别羡慕 而自私的妈妈 也老得快不能动了 每天晚上都要儿子抱着睡 直到这天 命运的毛线终于断了 妈妈也偷偷的就被死神带走了 因为平时妈妈过分的照顾 在妈妈走后 男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 找不到自己的生活 到处乱撞 你们觉得这个妈妈自私吗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陶瓷娃娃吗 只见她喀巴一扭头 陶瓷娃娃不仅碎了一地 还吐出了无数的番茄汁 男孩被吓坏了 他刚想要逃跑 却发现自己的手 开始发生了更诡异的变化 就在刚刚 男孩第一天上班 就被一只成精的陶瓷玩具给盯上了 还在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一只脑袋 可以旋转360度的陶瓷人 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男孩被吓得赶紧逃跑 可刚到家 却又发现一个陶瓷娃娃 已经闯进了她的家里 开始的时候 男孩还以为是自己工作太累出现的幻觉 结果她一抬头 那个陶瓷人 就又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这一下可惨了 那陶瓷人还想要抓住她 男孩被吓得赶紧逃跑 结果那陶瓷人却步步紧逼 男孩逃进了地铁站 可那陶瓷人也跟着追了进来 而且速度还越来越快 更可怕的是 男孩一转头 还遇到了陶瓷大军 完了 眼看陶瓷人都追到了自己的脸上 男孩一把推倒了她 结果那陶瓷人就碎了一地 看来她根本不想攻击男孩 而是想告诉她一些秘密 可男孩却被吓坏了 疯狂地逃跑 但跑着跑着 男孩就好像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她的手不仅开始磁化 就连脸也在飞速变化 要不了多久 她也会变成一个陶瓷人 富尔代被卡在了三百度的烤箱里 身上都被烫出了血泡 颜色就跟炸串店里的烤鸡一样样的 消防队员立马进行抢救 可男人就是一动不动 店员赶紧询问男人是不是还活着 队长却说 活着是肯定还活着 但恐怕可现在比死都难受 完了 这要是嘎了 老板就得关门大吉了 接着消防队员就对男人采用了电机治疗 眼看男人有了反应 他们赶紧对男人加大力度 接着女队员就开始接力 抢救男人的心脏 就把喀巴下 身上的脆皮直接就掉了下来 经过消防队员七七四十九个小时的努力 富尔代嘎了 就在刚刚 男人来到健身房里健身 焦急下就把狗狗放到了车里 这时女店员恰好路过 她好心提醒男人 警察男人就是不听 没一会儿的功夫 女人就砸碎了男人的车窗 救出了狗狗 万万没想到 无视生命的代价这么严重 自己居然变成了烤鲁猪 我的妈呀 这个女人居然被卡在了阳台上 消防队员赶紧利用天梯爬上去 眼看女人有救了 警察那阳台是木制的 破裂处还长出了很多尖刺 强行拉起女人 她就会被划破肚皮 没办法 消防队又拿来了体铲 将女人周围的木块铲平 这才救下了女人 男人的手上长了16只切利眼 他们不仅会说话 还要控制男人的身体 这都把男人吓坏了 干净还来了神秘博士 两个人更是用了吃爷爷的劲 才把长了眼睛的手 控制在桌子上 为了不让他控制男人的大脑 神秘博士赶紧拿了个30米长的大钳子 趁他们还没有长大 赶快把他们拔掉 伴随着一声声的惨叫 又经过9980一下 便宜的眼睛终于全部被拔了下来 原来就在刚刚 神秘博士发明了一种神秘药水 刚想要拿给男人看 结果就不小心给摔碎了 那液体直接就流到了男人的手上 结果下一秒 男人的手就冒起了青烟 不到一个屁的功夫 他的手上就长出了20来个切利眼 幸好博士眼睛手快 趁他们还没长大就拔掉了他们 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 不不不 第二天一觉醒来 他的脸上就长出了一对大喇叭 那大喇叭上还长了两颗大马牙 那大马牙更是见啥吃啥 就连香甜可口的手指头 他也要拽下来尝一尝 好友都被吓坏了 赶紧拿起椅子就要砸死他 可那大喇叭也不是吃素的 一下就控制了好友的神经 眼看大喇叭就要把好友吃掉 幸好机器人小爱及时出手 一发子弹就打掉了男人的一只喇叭 就在男人纳闷的时候啪唧又一颗子弹 这下好了两只喇叭全部掉了下来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不不 为了躲避子弹 其他的喇叭居然长到了男人的屁股上 要用一根针 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 穿透男孩的眼睛 只因为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小男孩根本活不过三周 就在几天前 小男孩在赛场上 突然眼睛出现了严重的虫影 导致他根本看不清对手 就被撞倒在地上 来到医院检查后 初步断定男孩得了液晶 可等豪斯来检查时 却发现男孩的腿在不断地抽动 这哪是液晶 分明就是肌震栏 一般来说人们只有在睡着的时候 呼吸频率很低 大脑以为身体快要死了 便向身体发出刺激信号 来唤醒你 而男孩却在清醒的情况下 做出这样的动作 证明男孩的大脑 已经处于休眠状态 这与液晶又很相似 为了证实男孩到底是液晶 还是肌震栏 豪斯一生大半夜 来到男孩的病房 他在男孩的脚上画了一个圈 然后又拿出电架 狠狠地夹住了男孩的脚趾后 男孩直接就被吓得 喊出了猪叫声 最后疼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 豪斯去看男孩的脑电波 发现他居然没有一丝波动 还非常的平稳 这证明男孩确实得了液晶 但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医生们根本无法判断 而豪斯却发现了异常 原来男孩的核磁共振画像 有一处微小的异常 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 于是又给男孩做了个脑CT造影 结果惊人地发现 大脑已经出现了多处阻塞 于是便怀疑男孩 患有多发性硬化症 不赶快治疗男孩很快 就回大小便失禁或者变傻 可刚为男孩制定治疗计划 男孩的病情又开始有了变化 因为男孩突然跑到了天台 更要命的是 他还以为这是足球场 他根本无意识地在行走 好在医院保安发现了他 并及时把他拽了下来 本以为这是男孩病情的恶化 但对豪斯医生来说 却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确定男孩 得的并不是多发性硬化症 很有可能是脑部出现病毒感染 要用青霉素 为男孩杀死他们 结果一针下去 男孩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的恶化 男孩产生了幻听 豪斯赶紧叫下属查一下 男孩是否有家族史疾病 结果却发现根本没有 豪斯怀疑 男孩并不是他爸爸亲生的 有可能另有其人 于是偷偷检查一家人的DNA 结果惊人地发现 男孩确实不是他爸爸的孩子 更奇怪的是 也不是妈妈的孩子 男孩是被领养的 于是豪斯找到了他的父母 因为害怕伤害到孩子 才选择隐瞒 但他们领养时也确定 男孩亲生父母并没有遗传时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 男孩可能是在领养前 没有接种育苗 导致他染上了麻疹病毒 这种病毒可以存活几十年 于是豪斯叫助手在男孩的大脑中 提取样本 果然出现了麻疹病毒细胞 好在还是初期 就这样男孩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终于又回到了那个青春洋溢的足球赛场上